你起来了 起来了几点 这不错 给你下的汤馄饨 干嘛 鲜肉的是吧 你在干嘛 看春晚呢 还能干嘛呢 你们的固定饿宿节目 好饿宿 那我先坐下吃了 大家过年好 新年好 放这个节目的时候 应该你们这儿 已经大年初一了 我们这儿还是除夕的晚上 准备十年也饭 现在我们在干嘛 看春晚 现在是你们那儿的除夕 我们这儿的除夕那天的凌晨 我们俩爬起来很恶俗的 看春节联欢晚会 其实呢 来美国这几年 每年的除夕 OK 就每年的这个时间点 就是我们这边的凌晨四点 我都会爬起来看春晚 我已经看到 网上有很多的 这个生活在海外的人 基本上都会说是 坚决不看春晚 这个别人看不看 我们不管 其实不光是来这里之后 我们在上海时候 就是我们这代人 还是会在吃年夜饭的时候 把它作为背景音乐 放在那边的 还会很恶俗的去讨论一下 每年的节目怎么样 对吧 比如说刚才那个一分钟 脱口秀 我认为那个节目就烂烂透了 哎呀 大过年了 不要说人家不好 不要用烂这个字 反正就是不太好看 不能好看 不能好看 说到这个 我想起来 昨天和上了一段对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小员工 我也不知道 他是什么族裔的人 他什么族裔的 你觉得 反正是纯白人 不是昂克罗斯塔克逊人 就是老莫 是白人 你这个根本就是两个 两个完全不大的族裔 背景就是和 反正是和我华人 没有办法跟他关系的 这个对话是怎么来的呢 昨天那个正好在店里面 看到很多小朋友 穿着红颜色的这种 新春的马甲 然后他就问我 他说这个是你们传统服装吗 我想了半天 我想说 对对对 是的 只是我就 我就说了一句话 我女儿也有一件 后面那句话很难看 我没说出来 然后他说 他带的是什么 帽子也是那个 那个传统的服装吗 我看了半天 我说 因为明年是兔子年 所以他带的是兔子的帽子 他说 对对对 他说你们有那个动物 他不知道生肖怎么说 当然我也不知道生肖怎么说 他说这个是有相对的动物 然后他就问 他说你是什么动物 我说我属狗 然后呢 他就问 他说 他说这种动物和 就是和 就是是不是我们华人 比较相信这个 哪个动物年出生的 可能就很相似 那基本上呢 我和他解释了半天 我说那是胡扯 对基本上我的艺术就是那是胡扯 我自己都不相信 对吧 对 然后呢 我跟他大概介绍了一下 比如说我儿子属龙啊 我女儿属属啊 等等等等 然后呢 我说但是有几个呢 还是需要 我和他大概举了几个例子 一个呢 我说比如说 我儿子属龙那一年 他说他知道龙是什么概念 他说中国人的龙是什么概念呢 我说中国人的龙啊 那就是top的概念 所以呢 那一年出生的婴儿特别特别多 对吧 然后我说 但是有几个属相呢 一定是相关的 比如说如果你是猪年出生的 但凡你是属猪的 不管怎么样 反正别人都把你和猪的某些属性 给连在一起 再比如说我女儿属老鼠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对我女儿讲的 那个那个口头禅就是 哎 到底是在老鼠 对吧 就就感觉就是他无论是吃东西呀 贼头贼脑啊 那个那个乱七八糟偷偷摸摸的事情啊 我们都是这样这样来归归纳的 其实我倒觉得说 这个不一定是说是和动物的某些属性有关 而是你就觉得说会把他的某些行为和他的属 生肖给联系在一起 好 其实最有意思的是后面那段话 因为介绍到最后呢 我就跟他讲到什么 就是讲到说 我们这一代人其实不是很喜欢过年 首先啊 这和我使不喜欢看春晚没有关系啊 我说我不喜欢过年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过年挺无聊的 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 我从小到大的记忆是什么 就是过年吃 走访亲戚 去亲戚家吃 去朋友家吃 而且最最无聊的是 在我未成年 就当我就是尤其是高中之前 我只能跟着我父母 然后他们可以打麻将 他们可以有他们的娱乐 我就在旁边看电视 然后就是从中午吃到晚上 甚至于吃到夜宵 其实你说不喜欢的 不恰当 而是我们这一代城市里面的孩子呢 春节没有农村孩子这么好玩 而且我们也是成人之后 年纪很大的 然后再回到 有时候回到乡下去 跟乡下的亲戚一起过年的时候 我们现在发现 原来城市里面过年真无聊 好 然后的话呢 我说 但是真的在回想说 这个所谓的 觉得这个过年这件事情 不是那么最喜欢的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成年了 小孩子乐趣都没来 在大陆过年的时候 其实就是天天的发红包 然后小孩子都开心啊 小孩子就是收红包 我们店里有 然后 高中升兼职 对吧 然后就来了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这个话题 我就跟乡上说 我说 我说 到了大年初一 我们其实在讲 新年好 Happy New Year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意思 或者说 我们真正在讲的 其实不是Happy New Year 他当时说 什么意思 我想了想 我说 其实我们应该讲的是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好 然后他说 为什么 我说中国人爱钱呢 不 应该来讲 大家都爱钱 对吧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那个高中生的那个 兼职的那个小姑娘 正好那个Break Jesu 她进来了 我说那个 正好我说Emily Emily典型的加州女孩 那个华二代 华裔 华裔二代 听得懂中文 但是不太会说 好 我说你来问她 然后我就问Emily 我说Emily 我说马上中国新年 你什么感受 她说 我非常喜欢 我说来告诉肖 你为什么非常喜欢 她说 因为有钱啊 因为有钱收啊 好多钱 好 因为他 因为他还是高中生嘛 没有出嫁的孩子 然后家里长辈 肯定会给红包 然后我说好 那我说 然后我再问你啊 我说到 比如说 我说星期天 我们所谓的大年初一 初一早上 我说初一早上 你会对你的父母 对你的祖父祖母说什么 我说 你想清楚啊 这个时候 他用广东话讲了一句 恭喜发财 然后我说来 跟向姐试一下 恭喜发财是什么意思 然后他想了一下 他说 I wish you get lucky money 我当时觉得说 lucky money这个 我可能不太注意 比如说香港人广东人 他们的那个翻译啊 我突然发现 恭喜发财 的确是lucky money 很准确 lucky money 是 所以 昨天这段对话 让我让我觉得 特别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 其实 哎呀 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 这就是一个节日 只是呢 这个节日带着很浓重的 这个 金钱的这个味道 是啊 我现在想想 估计 Eason跟Ella的压岁钱 阿公阿部 应该也是给了不少的 你们是今天晚上准备了 我们还要过24小时 才把压岁钱放 放他们枕头下面 对啊 我们还得给 给父母压岁钱 然后呢 我们的父母 给他们的孙辈压岁钱 就是这么一个循环吧 然后 第二个印象特别深的 其实是在海外过春节 印象特别深的 应该是 应该就是我生Ella的那一年 大家都知道 我们家Ella 整整三年前 我们家Ella是大年初一出生的 其实呢 这件事情呢 有几个我的心理 心如历程啊 第一个心如历程 就是当我怀孕 知道我的那个 预产期 那一年正好是大年初一的时候呢 我就心心念念想着 我一定要大年初一生她 那我知道可能 节目前的人 有些人他们认为说 生肖的这个变化 可能是跟历春有关系 但是我们上海人 没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说法 或者我们这家子上海人 就是拿大年初一来算的 对 所以首先 我不希望她属猪 大家都知道 刚才我已经讲了 为什么不希望属猪 其次呢 就好像昨天 我跟薛尚也讲的 我说生肖这个东西呢 还有另外一个讲究 就是性别男女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那个在这里生孩子 你很早就知道 自己孩子的性别嘛 那我当然不希望 我女儿属猪 但是呢我希望她属老鼠 但我也跟薛尚讲 我说 其实不管是属猪 还是属老鼠 都是非常好的生肖 为什么 因为有福啊 因为他们一年到头 都有吃的东西啊 他们永远都是 就是有吃的东西啊 那中国人的概念里面 有吃就意味着有一切嘛 对吧 然后我也跟他解释了 比如说 可能好像有种说法是 男性属羊是好的 但是女性属羊 可能命不好 我还跟上解释了这个 她说什么叫做好 什么不好 我说就是中国人所谓的 这个命运 嗯 就是这个 她说 你们会有这个说法的 所以当时我记得 我知道Ella是 预产妻师的大年初一 我就心心念念想着 我要在大年初一生她 所以当时我记得 我其实在38周 39周的时候 就完全有条件可以生的 我就死活不动 就是我每天就 乌鞍蠢一样的不动 搞得我的OB 天天 几乎每次去 他都要骂我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生 然后产科医生就 就就非常的 怎么说 我觉得他都抑郁了 应该生了 对 时间过了 对 还不生 其实产科医生不知道的是 他没有遵照 医嘱在那边运动 他没有走 好 然后我记得那个 还是早上四点 爬起来 大了个肚子爬起来 看春晚 然后躺在沙发上 那当时 大家差不多是早上六点的时候 好像感觉 是有种破水的感觉 我当时在想 不会吧 等不到那个了吧 然后就打电话给医生 结果他让我测了一下 那个好像是PH试纸 测下来 没有 还没破 只是可能就是一些分泌物 分泌物 然后继续等着十年也反 不过白天 我当时也觉得好像 再不动不太好 所以那一年的三年前的年三十 我其实从早上开始就在家里面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然后效果就非常明显 这个明显其实是一直到差不多吃好年夜饭 我们这边吃好年夜饭 也就是晚上差不多九十点 然后我继续在家里面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其实那个时候脚也特别肿了 然后整个人的感觉就是下坠得非常明显 然后差不多到十一点半十二点的时候 有一点点见红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直接往医院开 那个时候已经是这边的晚上十二点了 然后我在想按照我的生老大的这个经历 按照这个节奏 三个小时 怎么几个小时之后就能够出生了吧 结果没想到这个一直不动的后果 就是导致我们家Ella体型过大 可能我从来没有公布过 我们Ella出生的时候多重 十磅四盎司 对 十磅四盎司 就是正宗的九斤姑娘 九斤你娘 所以呢 对比一下 我们老大出生的时候是六斤三两 对 然后呢 差这么多 最关键的是 我在那边拼命的生生生 生不出来 最后不得不在下午三点之前 转成了铺腹站 所以 哎呀 奉劝各位女性同胞 遵照医嘱 是 所以这个 虽然在美国生孩子谈不上吃苦头啊 不痛对吧 对 这个完全不痛 然后进医院各方面都很舒服 但是呢 本以为几个小时能搞定的 结果花了差不多15个小时 就算不痛也很累 生孩子很累很累 的确是 而且我还记得在推进手术间 那个OB 说了 我倒要看看这个孩子到底有多大 孩子出来的时候 因为我在手术室里面套的衣服 我在手术室里面 所有人都 到细口气 太大 十棒了 是的 所以 怎么讲呢 所以现在变成了每年看 每年这个点看春晚 多多少少都会想起三年前生孩子 然后每次我们家Eason都会跟Ella讲 你看看你呀 你生出来的时候有多重 我生出来的时候有多重 天天你有这概念吗 不都听我们讲的吗 所以自从老二十出生之后 春节对我们家来说又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时间 就不像以前我们作为城市里面长大人觉得春节无聊 现在就不会觉得无聊 包括我们刚才在看央视春晚的时候 也突然发现这也是我们在国内时候其实感受不到的 他有很多的节目其实就是放给海外的华人看的 至少有三分之一 包括赵文卓的武术表演 你们在国内看就不看了 对吧 我明白了 对抗神韵呢 神韵对抗他们 不管了 最近是神韵 不是神韵了 最近轮媒们也蛮倒霉的 就因为创始人的一句话 所以公司创始人还是不要乱说话 两千年多好 在那干嘛乱说话 真是的 大过年的 这不是早不知在吗 这是什么节目 不知道 花絮吧 我们在看直播 不是不是不是 微电影 微电影 省鹏 玛丽 对 前面还有黄渤 其实他就是一个BGM 其实说实话 这每年的那个春晚 好的节目 我也不太可能会重看 更别说那些不怎么好的节目 不过呢 就是的确 从这上面你能看到一个事情啊 就是哪些演员是比较安全的 当红 对 而且呢 这个春晚呢 大家就当看一乐 心态也平衡一点 也不用说他好 也不用说他不好 十四亿人啊 对吧 大家的欣赏品味 大家欣赏口味是不一样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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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还说呢 针对海外华人 人家的主持人 萨贝宁在那边不断的说的 全球华人 不是只针对海外华人 对 那么你十四亿还得加上海外的那些呢 对对对 那还得加上马来西亚的那些非中国的中国人 他马来西亚管这种叫什么 叫中国交的啊 你不知道这个说法 大华椒 哦不对 大马椒 马椒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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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我们继续看 我们继续看啊 然后呢 今天有空我们再再再拍两个视频 反正这两期不会水的 我们总总会说点东西的 虽然说大过年的 对吧 好 那还是祝大家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拜拜 拜拜